大家好,我是Rachel老师 欢迎来到SST讲故事帮你记系列视频 那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呢 将为大家带来的也是一道SST的高频真题啊 叫做非洲渔业 希望通过这个三分钟的视频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在SST的备考过程当中 可以快速的树立内容,帮助记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首先啊,对于这个每个地区来讲啊 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支柱产业 比如说我们就讲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 对吧,这个地方如果有矿呢 可能整个的一个区域都是以矿业为基础的 而如果这个地方靠海 那么他们就会以海洋的这样的一些生活 作为他们的经济来源 那在非洲这个地方呀 其实它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那野生动物呢就成为了人们主要的食物和经济的来源 比方说啊,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鱼类 因为我们都知道鱼类呢,是人类主要的这种动物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在非洲当地啊,人们就通过捕鱼和吃鱼来补充自己这个所需要的一些动物蛋白质 那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此啊,如果对于这个鱼类资源的管理不当 那小后果是会非常严重的 所以呢,我们也会发现管理或者是正确的管理这个鱼类资源 对于当地渔民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人们来说的这种健康呀 还有他们的整个福利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作为一个旅游行业来讲啊 这个野生动物所依托的这种旅游行业 也给当地就是非洲当地的人民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经济来源 我们想想一下 你想不想去非洲大草原上看一次这个动物大迁徙呢 对吧,听上去就非常的有这个吸引力 对不对 我脑海当中甚至都已经出现了动物世界的背景音乐了啊 所以说在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 旅游业对于非洲人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收入 所以总结一下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样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野生动物啊 对于这个非洲人民来讲呢 是他们的食物和收入的主要来源 那从食物角度来说 那非洲的渔民们呢 通过这个捕鱼啊 吃鱼来补充自己这个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动物蛋白 所以对于鱼类资源的管理啊 至关重要 那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呢 作为这个旅游行业啊 野生动物的旅游行业 给这个非洲人民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经济收入 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小小小的化妨 中小小小的化妩 中小小小的化妩 对于这种利益 在这里的化妥ic 而不论的化妥业 我说这个部分就是与我们的优务 部份的这种工作 我这种做达妥业 内生动物 我看个人的化妥业 中小小小的化妙 跃妥业 全球 Аupia 为了些成绩属性 现在变献的源 if we talk about fish we are talking about what is probably th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protein for humans across the globe and so billions or more more than a billion people relying on fish as their primary source of animal protein and most of these people live in poverty so the management of wild fish resources in a sense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livelihoods and health and also wildlife tourism is a multi-billion dollar industry and in many places such as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t can be the number one source of income it can be the number one source of foreign income for economies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故事里面需要 大家所了解的事情了希望能对你们备口SST有所帮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拜拜 glorious 好 好